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亚比在什么地方呢 在约旦河以东的激烈地 激烈地区上面有一个城市叫做亚比 那亚门人在哪里呢 他也是在约旦河以东 但是在约旦河以东的南部 那他现在就起来攻击 在约旦河以东的北部 这边属于以色列人的领土 然后来攻击激烈亚比 那亚比的众人就对 亚门人的王拿霞说 你与我们立约 我们就服侍你 在这个世诗纪的时代 世诗耶佛他曾经制服过 亚门这个国家 但现在因着这个 萨姆尔他年老了 他的两个儿子又为非作歹 以色列的百姓也远离神 拜偶像 所以呢国家非常的衰弱 所以神就容许仇敌来攻击他们 作为对他们的警告跟提醒 那这个亚比人说 你与我们立约 我们就服侍你 我们打不过你 我们来签一个 定一个合约好不好 我们愿意服侍你 第二节亚门人拿霞说 你们若有我 挽出你们个人的右眼 以此来凌入以色列众人 我就与你们立约 哇真的是 很嚣张又很残忍 他说要跟我立约 要做我的奴隶服侍我 可以啊 那我会把你们 每一个人的右眼挖掉 以此来凌入以色列众人 愿意的话就跟你立约 那不愿意呢 就开战 把你们杀光 第三节亚比的长老 就对亚门人的王拿霞说 求你宽容我们七天 等我们打发人 往以色列的全境去 若没有人救我们 我们就出来归顺 亚比城的长老就说 哇看来你是 就是真的是 要凌入我们以色列 那好既然如此 请你给我们七天的时间 我们就去找以色列的救兵 跟你这个一决胜负 但如果呢七天之内 以色列人真的都很窝囊 也没有人敢出来救我们 我们也认了 我们就出来归顺你 那右眼就让你挖吧 第四节 所以呢亚比的使者到了 扫罗住的基比亚 将这话说给百姓听 百姓就都放声而哭 百姓听了就 又悲痛又难过 又气又恨 第五节 扫罗正从田间赶牛回来 扫罗虽然已经被立为国王 但是呢 他这个平常也没有什么事可以做 因为那时候他刚当国王 还是有很多人不把他当一回事 所以呢他去这个田里面 种田去了 所以扫罗正从田间赶牛回来 问说百姓为什么哭呢 众人就将亚比人的话告诉他 扫罗听见这话 就被神的灵大大感动 我们已经讲过 大大感动这个字就是冲进去 所以扫罗听见这些话 就被神的灵 神的灵就冲进去他的里面 他就是被圣灵充满 圣事发怒 就是一个公义的愤怒 他将一对牛切成筷子 托付使者们 使者传送到以色列的全境 就是十二支派 然后说凡不出来 跟随扫罗和撒姆尔的 也必这样切开他的牛 也就是说凡 接受到这一块被切开的 牛肉的支派 你们只要不出来 跟我们一起去对抗仇敌 因为像今天仇敌 这样的凌辱我们 和我们的同胞 只要谁 接到这一个切开的牛肉 还不来的 那我们到时候怎么样 就这样切开你们的牛 就是代表我们会惩罚你们 那这个故事其实 让我们回想起 在诗诗记的时候 一件基比亚这个城 所发生的丑闻 有一个立位人 他带着他的妾 然后呢 晚上投诉在 这个同样属于以色列人的 边亚敏之派的 基比亚城投诉 但是那天晚上呢 整个基比亚城里面的男人 竟然想要来强奸 这位立位人 那这个立位人 害怕就把他自己的妾 推出去了 任凭整个基比亚城的男人 就是轮奸他 从晚上到天亮 把他轮奸致死 那天亮之后呢 这个立位人 就把他的妾的尸体 切成12块 送到以色列的各支派 说今天在我们以色列境内 竟然有一个城市 用这样的方式 对待自己的同胞 你们大家说该怎么办 所以呢 以色列的众支派 听见了这个基比亚城 干了这种事就很愤怒 就要求边亚敏人 也要出来解决这个事情 可是边亚敏人 他们决定就是袒护基比亚人 因为基比亚这个城市 属于边亚敏支派 所以11个支派就联合 然后打败了 这个边亚敏支派 把他们杀到只剩600人 然后呢 就差点把他灭族了 结果呢 11支派想说不行啊 这样我们12支派 就少一个支派 也不行 所以呢就说 当初 谁接到那个 被切开的那个窃 的那个尸块 而没有一起出兵讨伐 这个边亚敏的 有哪一些 有哪些城市啊 有人就说 基列亚比 所以他们去怎么样 他们就去出兵 去惩罚 基列亚比 所以可能基列亚比 这边的人 跟基比亚的人 他们本来 感情就比较好 所以他们没有出来 出兵讨伐 基比亚这边的人 那他们 以色列11支派就 出兵攻打基列亚比 杀了他们很多男人 而且抢了400个 他们的 妇女 然后送去给 这个边亚敏支派的人 做妻子 免得他们绝了后 所以呢 那其实在历史上的就是基比亚 跟基列亚比 这两个城市 就是有很密切的关系 那扫罗这一次 他透过他的这样的行动 一方面也是为 基比亚这个城市 过去丑陋的历史 要 要重新翻身 他这次 反而变成正义的代表 他也把一个牛切了 这筷子 切成很多的小筷 分送到全以色列境内 要求他们要出兵 来保护同胞 也是为基比亚以前的丑事 血耻 好于是呢 耶和华使百姓惧怕 百姓 看见这个被切开的牛肉 一方面也是 觉得哇 这个扫罗现在很 很有威严 二方面也是敬畏耶和华 他们就都出来 如同一人 就是大家同心合意的 扫罗在笔色 鼠点他们 笔色呢 就在 约旦和以西 正对着基列亚比 然后呢 以色列人有三十万 南部的犹大人有三万 众人就对 基列的使者说 你们要回复基列亚比人说 明日太阳 接近中午的时候 你们必得解救 使者回去告诉亚比人 他们就欢喜了 于是亚比人 对亚比人说 明日我们出来归顺你们 你们可以随意带我们 他的意思就是说 明天我们就会投降 因为以色列没有人要来救我们 想要借此松懈 亚比人的这个防备 十一节第二日 扫罗将兵百姓分为三对 在这个城庚的时候 可能是半夜两点左右 就是半夜 就冲入了亚门人的营 击杀他们直到太阳近午 就是从半夜杀他们 打败他们一直打到这个 快要第二天的中午 剩下的人都逃散 亚门人大败 没有两个人同在一处的 就代表说各自都逃命去了 十二节百姓就对撒摩尔说 那些曾经说扫罗岂能管理我们 的那些人是谁呢 可以将他们交出来 我们今天好杀死他 就是之前有人就是瞧不起扫罗 哇那现在扫罗很威猛 带领百姓得胜 大大的击败亚门人 所以那些之前 曾经嘲笑过扫罗的人 现在就有人说把他们都杀了 十三节扫罗说 今日耶和华在以色列中施行拯救 所以不可杀人 扫罗说今天不是我拯救你们 是耶和华施行拯救 是耶和华的灵感动我们 是耶和华使我们得胜 扫罗他很谦卑 他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耶和华 第二个他也想说这个如果今天就杀了这些以前反对我的人 那这个国家就不能合一 也会分裂 十四节撒姆尔对百姓说 我们要往吉甲去在那边立国 所谓的立国 他的原文意思是就更新我们的国家 代表可能国家本来很软弱 现在使他重新被建立起来 在那里立国 众百姓就到了吉甲那里 在耶和华面前立扫罗为王 又在耶和华面前献平安祭 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大大的欢喜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今天透过在基比亚所发生的故事 我们学习了属灵的教训 曾经基比亚是一个羞耻的城市 他做了邪恶的事情 被以色列众人所唾弃 但是主你再次给他机会 你让基比亚这个城市在哪里跌倒 就在哪里爬起来 成为带领以色列同胞 拯救自己民族 拯救自己在越旦河以东的同胞的 一个正义的先锋 主啊求祢帮助我们 在哪里跌倒 就在哪里可以爬起来 因为耶和华 祢是对我们恩慈怜悯的神 祢是拯救我们的上帝 因为我们这一生都倚靠祢 软弱了就站起来 跌倒了就被你扶起来 继续跟着主往前走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赐福大家